所谓弱国无外交,这种强与弱,不只是事实上的强弱,还有人们心中的强弱。 今年,英国海军将迎来两艘新一代中大型航母同时服役的盛况,而军舰载机,也换装为了新一代的F-35B隐身战斗机。 英国海军认为,无论是从航母平台性能、数量上,还是从舰载机性能上,在这个世界上,除了美国,无出其右。 哦,所以,英国海军开始变得自信起来,不断扬言,要干预中俄的不当行为,最近其国防大臣更是声称,要派他在两个中队F-35B战斗的航母,来我们南部海域示威。 那么,英国海军是真有这实力,还是只是一种猖狂的叫嚣呢? 首先,必须要说的是,在这个世界上,除了第一梯队的美国海军,太多国家的海军,太弱了。 即使是少数几个第二梯队的国家中,大部分目前也只拥有一艘可共作战的航母,比如俄罗斯,比如法国。 相对比较好的中国,在今年或明年将迎来自己第二艘航母的服役,但暂时是这样,从航母平台性能对比上,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,在段上比较银号更大一些。 所搭载的F-35B的数量,也达到了20次架,或以上,从舰载战斗机性能对比看,F-35B性能比尖15先进一代,所搭载的空空导弹先进一代。 从预警机等辅助机型看,双方都是直升机与预警机,区别不大。 从现在机起飞速度看,英国女王级要求不到40秒起飞一下,并不比辽宁号叉。 整体上,女王级战斗力,要比辽宁号强不少。 所以,能够在第二梯队中紧护拔个头筹,让英国海军甚至骄傲,有些目空一切。 然而,英国海军似乎忘记了其要到达的地点。 也许在广袤的大洋中,女王级的战斗力比辽宁号更强一些,但是,它要来的是我国的南部海域。 中国不是印度,更不是爱和平,我们有的是手段压制它,比如火箭军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,轰6K挂载的超远程反舰巡航导弹。 即使是在战机领域,我国空军也有新一代的歼20隐身战机,而且装备数量更多,搭载的也是全新一代的空空导弹。 其国防大臣虽然声称女王号航母将搭载两个中队的F-35B,但其目前服役的总数量才16架而已,其中一部分还是在空军服役。 根据旗坎购计划,第一批18架F-35B已接近到货完毕,第二批17架要到2020-2022年交付。 将在航母上凑够两个中队的战机,还要等几年。 英国能够嚣张,不过是觉得卧国新一代的野生舰在肌腹一还早罢了,所以现在能够享受一种西日海上强活又重新归来的辉煌感觉。 只是,这种感觉,恐怕只是一种短暂的幻影,除了泡沫,只有短短五年的时间。 目前,中国新一代舰载机的工作,正在紧罗密鼓的举行,不需太长时间,一款新型或感进行隐身。 舰载机就将出事,只需五年左右的时间,这款舰载机就会达到接近服役的状态。 而一旦它服役,英国世界第二海上强国的泡影就会随之破灭,一吹而散。 至于这款舰载机是一间二十或者F-C31打一款的基础改进,对英国F-35B更有威慑力,后能分解。 作者,寻梦 作者,寻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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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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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cred founded 订阅 订阅 field in extraordinary part, flavouring